你好 各位老师好 欢迎 欢迎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安徽肥夕县 我叫谢长益 我叫谢秋月 来自于安徽合肥 好 那我们坐下来 听听这妇女两位 她们的故事吧 父亲看着很年轻啊 53 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是心态好吗 心态好 心态好 乐观嘛 我父亲他每天晚上都带着音响 到街上唱歌 自于自乐 自于自乐 对 以歌会有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广场上 或者哪里有那个 放着大音箱那儿唱歌 可开心了 唱些什么歌啊 一般我们唱的都是 像我们的年代都唱的老歌 来一句 我觉得我唱 我唱的现在孝敬天好吗 你就唱了个两句 最高潮的是吧 好的 你是否长想起 谁把你抚养大 你是否还记得 谁为你有个家 你唱得不太好 老师 我一下气氛 让你们放松一些 对对对 这个先生是 这个身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说到身体的情况 我就 那就很 那话来长了 我在19岁的时候 就是为了家庭 改变家庭的贫穷落后的情况 就到西藏拉萨打工 因为我有个 我的叔父在这个地方 那段时间在修了个 招待所这个后勤部的一个 大概有十几米高的水塔 修水塔的时候 我们肩上抬着这个水利桶 塔上就掉一个 掉个空桶下来的 空桶下来 刚好就扎上了我的头部 当时就感觉到 胸口比较疼痛 桌上都淌了很多血 那个门诊医生 告诉中原部的医生 说底下一个病人是 脊髓可能受了损伤 下肢可能瘫痪了 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 头颊子这样玩 要这样玩呢 我们过去都是怀出了很多 梦想来改变家庭 没想到 没有改变的家庭命运 给家庭再带来了负担 爷爷来来 那时候爷爷来都 七十对岁了 说到我爷爷来来 我体的 特别难受 爷爷 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了 奶奶去世已经 十五年了 说到爷爷来来 在世上 最担心的就是我 因为我是 我爸爸妈妈的 唯一一个男孩 底下是三个妹妹 担心我说 将来你怎么办 农田也不能 不能干 我知道肯定 那么年轻一个小伙子 当时 心里会有这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有有有 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命的 经常想这个事情 到底我怎么办 上面有 上面有爷爷来来 父母 下面有三个妹妹 我们放弃生命的 权力都没有 最后就一摇进牙关 经常晚上蒙着被子里面哭 所以回忆起二十多年的 这场意外 对 还是很痛苦